中亞內陸國家烏茲別克 二十四號舉行總統大選 由於沒有實質上的競爭對手 現任總統米爾濟約耶夫 幾乎可以說是確定連任 而他也已經在投票所完成投票 一旦順利展開第二任期 就可以繼續實施 對烏茲別克的政策改革 進一步開放國外貿易還有投資 事實上在烏茲別克前任總統 卡利莫夫統治的期間 烏茲別克和俄羅斯 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是相當緊張的 而現任總統則是修復了這些對外關係